繼續來看的苗栗縣這所學校 卓蘭高中他們的舞龍隊 在今年奪下了亞洲杯舞龍大賽的總冠軍 而這支隊伍從昨天開始挑戰步行環島 要推廣舞龍文化運動 學生舉著龍排成一列 正要步行到晚上落腳的學校 他們是苗栗卓蘭高中的舞龍隊 週六開始分成四個組 要在十天內完成環島 走完昨天一整天 雖然走到凌晨 雖然很累沒睡到什麼 可是很有成就感 要完成環島四組一天內 銜接起來的距離 平均必須要有一百二十公里 走完高中的同學第一天就走到深夜 雖然很累 但此行除了挑戰環島 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目的 這個舞龍活動就是 沒有很多人知道 也沒有很多人參加 然後就推廣這個活動 也這個運動 讓大家知道 原來舞龍舞師常見於民俗陣頭 但能作為運動競賽 到國際參賽的隊伍卻不多 竹蘭高中今年拿下亞洲杯 舞龍總冠軍 隊伍除了沿著省道環島 還有部分隊員深入社區 十天內要進行三十多場演出 今年農年我們要不要做一些比較創新的活動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已經參加過 我們臺灣燈會的表演 我們也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我們動員的 我們大概全線的 大概一千個學生小朋友 我們來叫他做開幕的表演 都生活好評 用創新的手法讓來自客家山城的舞龍隊 走向全臺灣 除了參與學生能夠留下難忘的回憶 也要在臺灣的舞龍文化上寫下歷史新頁 記者王界衝鋒招全南部報導